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還有我們台灣決心地球學會的工會長 工會長 還有我們的老師 這個指導我們做養生Q便章的工老師 大家早安 我想今年的母親節 實在是對台來講是別具欲欲 那麼除了我們開了一趟 這個觀音的彩繪列車 兩天一夜的環島的一個行程以外 環島一個習慕的行程以外 那麼這個活動的三大亮點之一 就是今天在這裡做一個公布 我想這個養生Q便當的一個指導 其實主持人已經大體上 把他說的已經有夠多了 有夠清楚了 那麼當然這個製作的過程當中 也真的非常感謝工老師 到我們台北餐廳來 因為台北台鐵便當其實年銷售將近一千萬個 一千萬個 那麼當然主力還是我們的台鐵傳統的排骨便當 那總會給大家 這個缺少就是做一些創新的一些想法 所以說我們也不斷地在研發一些其他特色的便當 那我想 那麼今天的這個養生Q便當 其實是有兩款 一分一素 那尤其我要特別推薦這個素食這一款的便當 因為在這個研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試吃了好多吃 吃到越吃越喜歡 因為越吃吃吃你會覺得 那麼當然像我們台北餐廳的同仁也接受老師的一些指導 其實做了很多的調整 尤其這兩款的便當 其實好看 其實我覺得要更好吃 那麼在這個觀音環展性無列車裡面 其實會有功力 那麼我們從今天開始 其實在我們台北餐廳裡面 這個台鐵便當本部裡面 也會試著限量來推出 那麼今天我想這個發表記者會 因為其實重點 就在這個便當怎麼樣去發想 怎麼樣經由老師的一些指導 那麼我聽說 其實在這個指導的過程當中 其實崩老師也非常用心 因為台北餐廳是我們一天 每天都要大概發售大概一萬兩千個便當 我們工作同仁實在是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而且常常我們的便當是供不應求 那麼在製作這新款的便當的同時 其實大家壓力也很大 那麼我聽說崩老師也對我們這個同仁 這個在製作便當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減少他的壓力 做的更有愛心 讓大家吃的會很幸福的便當 那我想今天的主題 我想就是在這兩款便當上面 那我想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想崩老師等一下除了有影片介紹以外 崩老師也會做一些說明 還有我們柳經理這邊 我想一些製作過程當中 一些甘骨談 我想他們在他的嘴巴裡面一定都很多 我想今天很謝謝各位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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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